转自微信公众号九边 郑州小两口的事大家也都知道 本文并不是想单纯只讲他俩 而是想借着这事聊聊这些年 怎么突然好像一切都变了 这两天在头条 看大家对2024年的预期 竟然几乎没有意义 觉得明年会更难 这种情况是我自从记事以来第一次碰上 很多问题都在下边一张表上 我们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耗杠杆 这一点倒也不新颖 哪怕抖音上的小伙伴 也知道前新年的繁荣 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从未来三十年借贷 集中到前新年花掉了 有点像撸西用卡那帮人 撸卡的时候有多爽 还债的时候就有多苦 大家看那张图就能看出来 从2008年开始 我国的居民杠杆就一直在攀升 如今已经到了一个 几乎没法再继续加的状态 今年的很多问题 类似不愿意买房 消费不振 本质也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借不动了 而且开始担心债务把自己压垮了 于是开始紧张了起来 其实这种心态转变并不是今年 前几年就露出了端倪 只是那时候大家没意识到 比如中国汽车销量的巅峰是2017年 而房地产的产值最高也是2017年 之所以2017年之后的房地产的下滑 大家并没有觉得不正常 因为政府开始出台调控政策 其实从现在来看 就算不调控也会掉头向下 只是如果自行逆转 转弯速度和幅度会大到离土 体制内应该是有人当时就看清了 提前踩了刹车 而且问题是一点点积累不断放大的 从现在来看 应该是疫情三年加速了这种过程 之前大家有个思维惯性认为 经济会一直高速增长 自己的工资也会跟过去一样一直涨 很多消费观念也带有明显的前瞻性 大家不怕加杠杆 反正将来慢慢还就行 杠杆就那样一直加上去了 比如这两天 河南的那对小夫妻 他俩就很有代表性 他俩一度家庭收入的70% 用在了还房贷上 这也是为啥那个女孩收入稍微降了一些 立刻就非常拮据 如果其中一个失业了 那直接面临爆仓断供风险 更麻烦的是 他俩还生了个孩子 现在最揪心的问题就在于 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们一样 财务状况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所以说相比烂尾楼 还有个更麻烦的事 就是失业引发的断供潮 这种恐惧本身就有很大的破坏性 大家越是怕断供 越要收紧消费 收紧消费会导致消费不振 消费不振又会导致进一步失业 大家想想是不是 大家现在觉得郑州小夫妻那种杠杆加到顶的情况匪夷所思 不过回到前几年大家觉得挺正常 毕竟那时觉得工资还要涨房价也要涨并且不存在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房子已经涨了很多年几乎不存在降价的可能性 买到就是赚到 不买的话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继后再也买不起了 那时候最不济 还可以去送卖卖跑滴滴 谁能想到这俩行业如今也饱和了 也正是因为那时候大家敢于加杠杆 大量的钱从未来借到了前几年 迪加外贸繁荣 整体经济烈火烹油 短短几年时间 大家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想法了 而且这是个螺旋下降的过程 以前大家肯花钱 市场一片火热 你失业了也可以迅速找到工作 大家攒钱的冲动也没那么高 现在恰好反过来了 大家不愿意消费 市场不活跃 工作不好找 你越是担心失业后不好找工作 越不敢花钱 大家都不花钱 社会能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少 说不定哪天你自己的工作也没了 当降薪成了潮流 当找工作难成了共识 会进一步加剧大家攒钱过冬的共识 现在的问题是 大家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既然不知道 那就只能往坏处想 毕竟这时候 如果你财务状态非常紧张 面临爆仓风险 还不小心翼翼 那可能真的会一夜变老赖 万劫不复 有很多小伙伴说 如果失业 把房子卖掉不就行了 主要问题是 现在很多地方的房子 已经没了流动性 也就是说你拿出一个肉疼的价格来 依旧卖不掉 一开始只是一小部分人往坏处想 疫情加剧了这种思潮的蔓延速度 全社会开始转向保守 这种保守不仅仅是消费官上的保守 还蔓延到了社会观念 这个不多说了 大家对社会舆论敏感的话 应该能感觉到 甚至改变了这几十年来形成的学历崇拜 大家知道吧 今年考研人数破天荒 下降了四十万 很明显是很多人是反应过来了 考研这种事 如果考不上211级以上的 不能说100%浪费三年 90%是浪费了 就业寒冬的背景下 很多用人单位 现在只看第一学历 还卡年龄 所以不是准备特别充分考研 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学历贬值的大背景下 考研越来越没性价比 尤其考个双飞 那简直一点性价比都没 有那闲工夫 还不如去考工 先考江这户 再考西西兰 新疆西藏兰州 查了下 考工人数确实增加了40万 历年之最 还有个更麻烦的事 就是有钱人老了 这是我今年突然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我一直比较关注房地产的是 很多读者小伙伴 买房卖房也跟我聊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北京的千万级别的房子 卖房的一大半都是老人 而且有个特点 如果年轻人卖掉自己住的房子 往往是准备换个改善型的 小的换大的 大的换豪的 老人们不一样 很多都是儿女们 不跟他们一起住 他们占这个大房子没意义 准备除掉 他们更倾向于 把自己的大房子换成小的 或者干脆去投奔孩子 把钱存银行 接后用来看病和养老 到了生命尽头 再把钱给儿女 上千万的资金 就这样从此存银行了 不买任何科技产品 不去逛街 也不创业 几乎不产生新增任何就业 大家知道 中国的富人阶层 主要集中在60 70年代出生的那群 加入WTO那会儿 他们正好三四十 有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 去搞创业发了财 还有一部分没创业 但是房地产大爆炸之后 被动发了财 如今这两伙人都要退休了 年龄增长让他们变成了极度的风险厌恶者 避讳一切高风险操作 超大规模的财富 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躺平 当然了 啥都有28定律 那一代的人也不是都发了财 依旧是少数 更麻烦的是 中国社会这两年的观念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现在看B站 发现小年轻们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认为创业就是最大的败价 不仅小年轻这么想 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江浙湖小老板 他们自己创业起家 攒下了巨量财富 却极力反对孩子继续接班去创业 担心靠运气转来的钱 靠运气败光 他们最一般的操作是把几千万分开放好 然后让孩子好好去考公务员 攒下的钱慢慢花 争取平静富裕过一生 这些想法倒也没啥问题 毕竟创业那玩意确实九死一生 问题是如果富裕家庭的孩子也这么理解 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啥样 关于未来 大家知道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 毕竟从过去一百年的整体趋势来看 中国国运就跟美股似的有大幅回撤 但是整体是波动上升的 趋势一直非常稳定 我们走过了一穷二白的时候 不可能现在家大业大反而走不下去了 但是大家也要意识到历史的稍微磕碰 代价可就是一代人来承担 如果一个下行期持续十年 那不少人黄金十年就没了 一辈子可能也那样了 这也就理解为啥大家都跑去考工呢 就怕那块末盘砸到自己 都着急躲进避风港 遥想十来年前我毕业的时候 几乎没人去考公务员 恍若隔世 那有啥能做的没 其实政府一直没歇着 又是降息 又是拉外资 还在粗就业 我觉得除了现在在做的那些事 最关键的还是重申共识 我国最近几十年能迅速繁荣 靠的是窃入世界市场 靠的是我们无数企业 从全球市场窃下了自己的一块蛋糕 贸易和市场经济是繁荣的第一性原理 从全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 尊重这一点的不一定能繁荣 因为还需要其他的一堆配套条件 反对这一点的肯定会陷入贫穷和动荡 无一例外 而且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动力就是资本本身 可以说没有资本举步维艰 大家看新闻就知道 外资对华投资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情欲表 这两年对资本的污名话说真的有点过了 好在很多事并不需要太多的说教 比如很多大学生最烦资本 等到毕业了 才会意识到没有资本确实没剥削了 可能工作也没了 几十年的读书投资没法回收 去考工又不一定能考得上 毕竟每年招聘人数就那么点 真正的欲哭无泪 现实的教育比啥说教都顶用 一代人估计慢慢反应过来了 此外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资本 基本都是社保养老金 还有保险基金 都是老百姓自己存进去的 这些资本不增值 再过几十年大家吃啥 有些人都不投资不创业 把钱放一行吃利息 或者买成房子收租 那时候大家才能知道 什么叫阶级固化 可能你说那就放任资本的无限扩张 这就是孩子气了 咱们不是有法律吗 凡事应该从法律层面来解决问题 这样能保持一致性和稳定性 法治和中产阶层才是社会真正的稳定计 这些东西说多了容易挨骂 不过慢慢来吧 规律之所以被称为规律 就是因为你不尊重它 它就修理你 直到回到正轨上来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父母在那里劝你 只有生活的毒打 思路错了你可以赢得跟别人的辩论 却躲不过现实的暴击 慢慢苟着吧 债务终将化解 信息也会回来 美元加息也会结束 只是时间问题 大家确保自己不要倒在最后的寒冬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烧